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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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是什么地方呢 那这边是麦田 就是过林 那你们种的这个 后面这个这么漂亮的莲花 是什么莲花能不能介绍一下 这是属于是 此夜夜莲 此夜夜莲 晚上开花的 晚上开花的 那这种莲花一般在台湾 有大概有 莲花大概有多少种 夜莲是一种 这种大有六种 有白色 淘红色有红色 有一种是脏色的 这样子 你这边怎么去营造这个漆地 这边主要是 按照它的地形 地形来做一下 大概就是里面分有三生 一个是露生的 就像我们那边种菜 又是水生的 另外那边山旁边会种一个气生的 就是像蝴蝶蝶 蝴蝶蝶蝶 这个就是三生一瓶的 一个营造的 农场 现在这样弄下来 大概有什么 生物进来呢? 你这样观察? 大陆青蝶蝶蝶蝶蝶最多 什么蝶蝶 大陆有蛇蝶 蛇蝶蝶 小羽蝶蝶 贡德式蛇蝶 然后还有很多斑腿 斑腿续蛙都在这边 现在进来大陆都是这几种 另外还有黑光残除 还有呢 我们讲的拉鲁西式 也有 拉鲁西式 这几种在这边 那你这边种了一些植物 还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啊? 特别的 但是我们在大部分都是用金针来做植物 金针 有有有 我们这个金针 然后它是肉乙松 也是按照它的 就是按照的腹蝶 也有大部分 这边的生菜 然后这个一般都是 有的时候就是太极石 太极石 非常漂亮的 按照它的那个 地形 这个是叫田磅型 田磅穴 田磅穴 所以必须要有水 水深去附地 所以也是有算过风水的 风水的位置 按照地形 没有破坏它的原来的这个 这个环境 是这样的方式 它现在这个营造的时间大概多久才有这种成果 大概这个是去年开始做的 哦 这样时间其实也没有非常久 没有很久 没有很久 很快 这个速度很快 嗯 只要它原来的这些 现在只要是 这个土质是太太酸而已 现在要浸泡一两年以后 把它转成中性 这样就 实在就比较看起来比较 比较能够点数 那之后未来有什么想要做的地方吗 嗯 这个实际的时候 我们想要赋予 它目前这边是有营火虫 哦 营火虫 想要在做赋予台北四蛙的一个漆地 哦 哈哈 所以先要把植被这些弄好来 成太棒了 里面还有它那个外来的这些 我们讲的 这些偏敌啊 像那个福寿楼啦 它熬虾啦 这些 我看今天就准备来讲一下 抓一些熬虾 现在你在做什么 新竹福寿楼 你看它的蛋 很弱 OK 它就是躲在这边 因为这个残路啊 又停留心情 这个福寿楼它的特性怎么样 而且是因为目前是水清竹的 刹手机的 它大概晚上 什么时候大概以你观察 固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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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那个是怎么植物啊 现在就是那个 大花植菇啊 它会躲在下面 整堆 整堆 躲在下面是不是 对 下来固定的地方 那现在那个是怎么植物啊 就是那个 大花植菇啊 它会躲在下面 整堆 整堆 躲在下面是不是 对 对 现在我们才可以种碎莲 不然碎莲下去 全部都可以 出光了 它是不是会在固定的地方 是不是 它是固定的地方 只要第一次固定成功 它一直在那个地方 一直在那个地方 对 那有什么 你 就是抑制的方法吗 以你观察 两种啊 就是 就要用 像是 甜水味 就是用 养那个甲鱼啊 哦 养甲鱼 养甲鱼 可以医治照 另外一方法 是什么 你观察 一般的话 这个就是 呃 除了人工 用药 还另外一种就是 生水就是 哦 嗯 养哦 也是可以 生水味 像甜水味 就没有办法 这个福寿罗 这个软是要清到光 哈 他是 要 涼光去孵化它 嗯 所以 那水它就变成 就变成 就变成 噢 所以你把它丢到 那个下面也 它也没办法活 是不是 没办法活 你看 它就那么多 超级多 嗯 吴 吴老师是 福寿罗的客厅 嘿嘿 OK 谢谢老师 接受我们